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系列科幻片《黑镜》急转直下 在未来世界,只要是合法公民,眼睛里都会止入特殊晶片 用于实时查看他人的评分,每次相遇都可以给他人打1-5分的评价 分数越高就越受人尊敬 4.2分的雷希和自己3分的弟弟住在一起 眼看房子就要到期,雷希想搬去高档小区,但资金有限 评分系统必须大于4.5才可以大折 雷希想提高自己的分数,跑去咨询专家 专家给的建议是,和高分人士接触,让他们带动平均分 但雷希的社交圈都是一些小人物,根本接触不到上层人士 正在他感到焦虑的时候,一个多年没联系的朋友金发妹 他有4.8的高分,并且他的社交圈都是高分人士 自己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雷希立刻拍了一张当年金发妹送他的破娃娃的照片上传 果然收到了金发妹5分的评价 没想到下班后,金发妹竟然主动联系了他 要他当自己的伴娘,在婚礼上致辞,讲一些他们之前的过往 雷希非常开心地回到家,准备了一篇让人生泪俱下的演讲稿 但弟弟却回想了从前,金发妹是个富家女 小时候和雷希在一起玩就经常欺负他,还设了他的男朋友 他不明白姐姐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虚伪 两个人大吵了一架,相互给对方打低分 雷希急忙拖着行李箱出门去参加金发妹的婚礼彩排 却因为他着急撞到了一个高分人士,连声道歉也不能阻止他给自己打低分 雷希的分数变成了4.1 他赶到机场,却发现航班被取消 最早的一趟航班座位,只能留给4.2分以上的人 他就差0.02分 远看自己的高分梦就要破灭 雷希气得大叫,招来了机场保安 保安实行的处罚是暂扣1分,24小时后恢复 但这段时间内的第一分按双倍计算 两分档的雷希去租车 因为平分低只能租老年车 开到一半发现没电了 而充电站的新式充电器和老年车车接口不匹配 他只能漫无目的地在路上走着 甚至连只是从身旁经过 毫无交集的人都要给他打低分 失落的雷希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开大卡车的1.4分的老妇人 他本来不想上车的 但是分数太低根本没人愿意搭他 他只能硬着头皮坐上去 在车里他才得知 原来老妇人曾经也是高分人士 由于丈夫的去世 他看到了虚伪的评分系统 开始随心所欲的生活 因此得罪了不想听真话的人们 才会降到1.4分 但他现在过得很自由 不用在意虚伪的分数 随后就和雷希分到扬镳了 隐别前他在雷希的行李箱里放了一瓶酒 雷希好不容易搭上了前往婚礼的车 却被金发妹通知不用去了 因为分数太低会造成负面影响 而金发妹邀请雷希的原因也是想利用她涨分 雷希崩溃的下车 将酒全部喝完 在路上借了一辆摩托赶往婚礼现场 狼狈不堪的雷希抢过话筒 在婚礼上胡言乱语 所有人都给他打低分 他的分数直降到零 被关进了监狱 在监狱里 他和对门的人肆无忌惮地对骂 终于体会到了放飞自我的感觉有多爽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转发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 科幻站见 带你看清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